有关在美国的小费话题 过去我们谈过几次 不过多数人面对状况时 该给哪些服务多少小费 仍然令人困惑 一般建议给15到20% 但很多人尤其到美国的观光客 对于何时该给小费 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所以我们就以游客观点谈小费吧 根据Bankrate民意调查 大约有65%美国人在餐厅会给小费 42%美国人至少给到20% 其他服务 他们也不清楚 在咖啡店给小费的有22% 送货源给17% 送外卖13%是一侧行情 美国约有15%的人 对该不该给及给多少困惑 进餐厅就有小费的惯例 金额取决于服务质量 包括上菜是否正确 以及服务生是否有关切用餐状况 满意15-20%刚好 不满意至少给10% 请记住 离开餐厅前请检查账单 因为有些餐厅会预先加上小费 还有的小费比例应是税前价格 而不是税后 至于连锁快餐 譬如麦当劳 肯德基 汉堡王的你都不需给小费 98.9 一般每一杯给1美元小费 若是费工的鸡尾酒 给2美元小费 点咖啡建议10-15%小费 观光酒店要付各种小费 而且规模越大金额就越多 搬行李的行李员 每一件给2-3美元 豪华酒店每件是5美元 客房送餐的话 在账单上再加10% 盖洗用品 毛巾在酒店每次给3-5美元 高档的酒店5-10美元 酒店人员帮你叫计程车 订票要给5-10美元 房间清洁每天3-5美元 房间住6人以上每天10美元 搭机场接驳巴士的话 每次出车给3-5美元 如果司机帮拿行李 可能要给更多 计程车的话 建议15-20% Uber或Lift是10-20% 小飞在美国是一门艺术 不是科学 所以没有公式 这只能是一个起点 如果你真心感受服务热忱 套小飞招待对方 吃一顿饭或一杯咖啡 就是友善的举动 你可以在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还有微博 都可以找到我们哦